貨櫃車等大小車輛來來往往 這裡是六堵二街和弓箭路路口 剛好是大型社區住戶進出的路口 因為沒有紅綠燈管制 社區居民和附近公司董事長都說 這裡經常發生車禍意外 就從這個路口轉彎 轉彎要往前走 那隔壁線 它就衝來跟我們同條線 那它開得很快 還好我們有趕快停起來 那沒有的就很危險了 紅綠燈對我們比較安全 我們員工很多 尤其我在三樓 我每天都往窗外看的話 常常出車很危險 我每天都在上班 往窗外看的話 常常發生車禍 因此民眾向當地六堵里長和示意 遠張耿輝反映 張耿輝也特地邀請基東市政府交通處人員辦理會堪 希望可以加裝 紅綠燈耗製改善問題 這邊車速都很快 而且華納這邊出路的人口 車流量也很大 是非常有需要來做一個管制 非常感謝張醫院對我們地方的重視 這是這個紅綠燈來管制 因為雖然說前面有紅綠燈 但是有時候我們黃大多天 還有公司他們上班 有時候出來的話 往往帶紅綠燈 綠燈的時候他們車子會加快 這邊出來的話 往往就容易發生車禍 所以在這邊也發生 曾經發生過好幾件的車禍事件 那今天我也特別感謝我們交通處 很積極的黃歌長積極的到現場來再次的辦理會堪 我覺得再請他們回去 真的是有必要設置 也有關一些技術上的客戶 也請他們回去好好的研議 主要是在評估這個路口 設置一個耗製設施 來做這個幹知道的一個車流的分配 那可能後續還是會針對這個路口 它的這個耗製點位設置的這個點位 來做一個評估 張肯輝表示他個人會持續追蹤這個案子 希望交通處評估後 儘快設置紅綠燈 減少車禍意外發生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